大家好,我们现在要去柏树步道 来,咱们远远的望去深绿色的树,那就是 如果你去看雷斯加灯塔公园 一定会路过这个柏树步道 我们这次来是赶在日落之前到达 这种柏树也叫蒙特雷柏树 所以我们有名叫它蒙特雷柏树步道 柏树步道一共有400多米 如果你想来照相或者是录像的话 一定要选择晴朗的天气 早晨或者是傍晚的时间来到这里 我们这次来柏树步道是很幸运的 因为天气很晴朗 正好赶上日落的时间 不要从不同的角度来造这个柏树步道 因为这个柏树步道是我心目当中最美的一个景点之一 当真正的到达了柏树步道之后 你就会发现你的手机和你的相机都不够用了 在这里因为树太高 我们不用广角是造不到树的全貌的 那么下面呢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柏树步道 当我们一路行驶经过蜿蜒的海滨道路 前来雷石甲公园玩的时候 我们一定不要错过这座柏树隧道的 一颗颗巨大的柏树相互交错 阳光透过树从尖赏进来 仿佛置身于虚幻的光影梦境之中 是局拍照的绝佳地点 当我们来到柏树步道的时候 我们总想看看柏树步道的尽头 是否会藏着一个像会通往欧洲小镇的隧道 下面我从隧道的开始给大家介绍一下 来到柏树隧道呢 你不得不把车停在外面 所谓的柏树步道啊 原来是在1920年 在这里有一个无线电报接收站 他们自己的栽种的柏树 经过了一百多年 形成了这美丽的隧道 走在这样的柏树步道中 我会觉得非常的渺小 你们看看 我又欢歌起舞了 这里的柏树呢 已经有一百多年的树龙了 高呢 也要达到十几米高 在我前面的录像当中 有一期也有了柏树步道 是这一个柏树步道 当时天是阴天 造得很不清晰 那今天呢 我们特别高兴 因为晴朗 而且是日落时间 这正是我想要找的那种感觉 也就是说 当夕阳西下 斜舍在步道当中 你在步道当中走 你才能感受到 这种不同寻常的感觉 我真的非常喜欢树 尤其是古树 如果你把心静下来 靠在树干上 用手轻轻的抚摸树干 你就会听到树心的跳动 以及树干的气息 穿过这个百树步道 云云云云云 你可以看见镜头 有一座白色的楼房 那这座楼房是做什么用的呢 为什么他家的院子里 能形成百树步道呢 一会儿我们就过去看看 在夕阳的照射下 这个百树步道的树干 颜色呢 也在不断地变化 前面的白色的房子呢 已经废弃了 现在 它就是美国广播电台的 无线电报接收站 让我们回程走一走 来远远地看看 百树步道的全景吧